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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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 操盘高手 我是高建荣 好 今天我们先来看到 台北股市大盘走势的部分 在中秋节过后 礼拜一才刚大涨个200点 大家觉得行情好像开始 要这个中秋节开始反攻了 那结果呢 今天大盘马上反手下杀 指数开出平盘附近震荡之后 尾盘一个急杀 最后收盘下跌了102点 收在16454的位置 再度的反手下杀 重点是你会看到 昨天刚刚这地方反弹上来 大家觉得好像有转强机会的 AI概念股 今天又是全部的杀生隆隆 广达下跌了6块钱 伪创下跌了3块钱 华硕跌了6块钱 英业达今天也跌了1块6下来 几乎全面的下杀 甚至饥渴股的成名店 今天重挫了3块多的弗度 让很多投资朋友 这时候怎么样 昨天这一根反弹 才觉得行情来了 又跟他重压流仓下去 现在反而又怎样 套牢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当你在昨天看到直数反弹 重压流仓的结果 今天套牢受伤这惨重的时候 就会深刻的了解 为什么现龙老师都跟大家说 跟着我采取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看到像昨天 一个大盘攻击反弹力道来了 我们也抢个短多 锁定了散热波组当中 3324的双红 发现大户在那里洗完盘 准备再度的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短多先买后卖 昨天跟着我 这地方在这个地方 3324的双红 328.5到327.5之间 先做买进 那后来最低拉回到326.5 平均买在328 买单全部成交 对不对 那等到急拉大涨上去 各位投资朋友 冲高到这个地方 最高334.5 我们也成功的建立会员配 328短多买进之后 333以上来做卖出 昨天赚回5块价差 不用多百万额度 做个四张就好 一张5000四张下来 昨天很多人就帮自己 加薪个2万块 重点是这2万块怎么样 是稳稳的已经获利入带 放在口袋里了 那你说今天大盘又跌了100点回去 今天的双红也反手下杀 甚至跌了7块半 收在322.5 那如果昨天我不赶快 建立会员配偶 获利如带 你会发现 现在也变成套牢啦 可是今天下杀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 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 我们重压下去 努力把握 赚了就走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等盘后有赚没赚 又都保持空手 自然高枕无忧 再来继续掌握 下一个赚钱机会就好了 继续利用我所说的 当天进出来严格控制风险 并且用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目标是要达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你看到上半年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 上半年累积报酬率 在赚的扣掉赔的盈亏相抵之后 达到了51% 半年的时间 百万额度操作 很多人这地方一档一档 一百万一百万跟着下来 半年的时间帮自己加薪个四五十万 对不对 那这个再进入到下半年 现隆老师在第三季花了三个月时间 累计报酬率 在盈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又达到了50%以上 这里面你会看到包括 7月12号到7月27号 一波五胜四合的九连不败 7月31号到8月17号 一波11胜一合的十二连不败 8月28号到9月7号 六胜二合的八连不败 9月14到9月15的三胜一合 四连不败 就是这样稳扎稳打的 持续在掌握赚钱机会之中 而在10月份第四季的开始 昨天也成功的棋开得胜 这地方有一个好的开始 继续努力在帮会员朋友 利用我们所说的盘中满手赚的这种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里 盘后保持空手高枕无忧之下 每天稳扎稳打 来寻找新的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的地方 当然讲到这里 又有很多投资方法 这两天打电话进来 在问宪荣老师的时候 都有一个问题 说做当冲每天是不是都要杀进杀出 需要每天杀进杀出 甚至会不会一天要杀进杀出个几十趟呢 这个部分当然我要去强调 的确做当冲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真的就是每天 一定要杀进杀出个几十趟 只为了出手赚个几百块 赚个几千块就赶快跑 那这地方别人怎么做 当然我也管不着啦 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 做当冲一定要天天杀出 杀进杀出 更不是每天要进出个几十趟 只为了每一次有赚个手续费 扣掉手续费赚个几百块就好 那做股票做当冲 其实我强调就跟孙子兵法所说的一样 孙子兵法在军政篇当中提到 骑鸡如风 骑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震 股市如战场 当我们做股票有好的机会 当然我们要懂得侵略如火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 也要懂得不动如山 那关键就在孙子兵法军行篇当中提到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义胜者也 事故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这是说古代的所谓常胜将军 为什么人家会成为常胜将军 常常打赢圣仗 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 他出兵之前 这个地方都会先评估过 如果这场仗很容易打赢 他才会出征 他才会出击 如果觉得胜算不高 他自然就这样懂得采取手势 不要去随便乱打 所以人家成为常胜将军 关键是在于有把握的胜仗 他才去打 没有把握要输了 干嘛还出兵呢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做股票不就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我们做股票我都强调过 你要成为真正的赢家 绝对不是什么百战百胜 每天都要杀进杀出 有赚就好 而是这地方能够遵守赢家的四大要素 第一步资金控管当然记得做好 因为任何的操盘高手一定有看对 也会有看错的时刻 那你要去思考万一看错 你能不能够承担其他的风险 所以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永远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资金控管要做好 用你承担得起的风险 来决定你操作的部位 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本金 也跟人家做当冲 那是不行的 那第二个记得 虽然不能够稳赚不赔 但是你要维持高命中率 那就是一个原则 看准的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有足够的胜算再来出兵 这样才能够维持足够高的命中率 并且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高命中率 胜算有多高 其实还在其次 他必须要建筑在你的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 也就是有些人 你说胜率很高 95% 99% 你说这地方可不可以 可以 有赚 赚个两三百就跑 有赚赚个几百块就跑 当然常常在赚钱 看错的 你就留着等友战再出 但是 这样子留着留着 一旦有一党 凹不回来 很容易就变成重商惨赔 一赔就赔个几万块 赔个几十万出去 你会发现 那你每次赚都赚个几百块 一赔就赔个几万 赔个几十万 那个胜率再高 命中率再高 也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命中率 那建筑在 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 赚有机会赚大的 赔顶多赔小的 赚有机会赚多的 赔顶多赔少的 这才值得我们出手 而最重要 遵守几率 严控风险 绝报单 像县荣老师 每次出手 都先把停损定下来 看错一%多就跑 不要让亏损超过2%太多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严格把风险 控制在最低 看错小朋友 无伤大雅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所以就是要按照 这四大要素下来 所以我一直强调 一个真正的操盘高手 不必每天 就算做当冲 也不是每天 杀进杀出 更不是每天 进出个几十趟 而是在看准目标之后 才来做出手 这样赚钱才能够真正的长长久久 所以就像今天 大盘指数的部分 一开盘开低下跌37点 接下来 这个地方大部分时间 一直都在平盘上下来回震荡 所以这种盘式 县荣老师一直观察到了10点半 盘式十分的焦灼 指数就在平盘上下来回震荡 县荣老师也没有能够去找到 符合条件 或是足够获利空间的个股 适合操作 你说这种盘 勉强去出手 最有可能 大概就是这地方 成本附近 先收回资金 可能还要赔点手续费 那吴要干嘛呢 这种状况 我们就不跟他硬拼 当冲作战 休兵个一天 等看准目标 再帮会员朋友们 继续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当冲再三强调 绝对不是在做赌博 而是要看准的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所以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宁可求兵 奇迹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今天不适合操作 就要不动如山 等看全的机会 像昨天大盘攻击机会来了 3324的双红 大户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先做买进 对不对 一早趁着吉拉大涨之前 328附近先买好 最低到326.5 等到吉拉大涨别人再追高 我们已经可以建议会员配 328短多先买的双红 333元以上来做卖出 后来最高还到334.5 所以至少至少5块加差 入贷为安 你说今天又跌下来 跟我们有关系 我已经稳稳的获利放肩口袋 百万额度操作四张 昨天又加限了2万 甚至向这地方9月14号 发现散装云价大涨上来 而包括了会洋KY 有大户在这个地方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短多买进 那天会洋KY 48.1以下买进的 49.3以上买出 1块2加差 20张操作转进2万4 那天除了会洋KY 再来锁定2605的新型 又是发现大户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一早21.5短多先买 辣高22.2卖出 50张一天3万5 对不对 哪天一天推荐两党 两党都跟上 甚至一天就加薪个5万多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全力出击 不动如山的时候 我们就修兵 该修兵 我们就不动如山 该出击 我们就侵略如火 甚至像万海 一党这地方 1块9加差 20张3万8 甚至像智原 大盘整理 我们先卖后卖 一样稳扎稳打 都能够掌握赚钱机会 就是坚持我所说的 看准目标才出手 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这一点我们都会继续 努力坚持下去 也再三提醒大家 我们做股票 当然不可能 每天都大获全胜 更不可能 天天股票有涨停板 你看到电视上 多少头顾老师 天天在吹嘘 今天又抢了几支涨停 你去假如都发现都假的 那县荣老师也再三强调 我虽然不可能保证大家 天天都大获全胜 那是不可能的神话 但是你会看到 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那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虫 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这最基本的要求 不会说有赚钱叫你出掉 看错却叫你改方波段 其实就是叫你凹单了 没有 当虫股绝对不会变波段 绝对不会凹单 第二个每天最多 只会有两档当虫股 我们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更不会带你杀箭杀出几十趟 一千多档 两千档 我们每天就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好的机会来临 我们两档 这地方来出击 看准的目标再精准出击 没有好的机会 像今天我们也就休兵 第三个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虫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我们会员朋友 跟着我做当虫 没有好的机会 通通都休兵 那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虫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继续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那就是这样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之下 上半年我们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半年累计报酬率超过了五成 进入下半年目前为止 这地方累计报酬率也已经超过五成 花了三个月时间 就已经超过五成 继续努力 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之后 机会之中 如果投资炮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都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这部分想要找我们的 广告休息时间 就赶快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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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其中有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哎呀 真的这一波好后悔 没有听现荣老师的话 这指数涨到17000多了 那时候现荣老师都在提醒大家 小心大盘反弹在做右肩咯 小心假突破之后要反手下杀了 都有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结果当时因为自己的贪婪 没有听进去 反而买了一大堆股票 现在指数杀了1000多点 那时候跟着其他投股老师 重压了一堆AI概念股 重压一堆军工股 现在全部都套牢了 所以好后悔 没有听现荣老师的话 注意好风险 那现在想要跟着我们操作 还来得及吗 这个部分现荣老师要再三提醒 做股票其实你会发现 就像一句话常讲的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对不对 你现在才来说 早知道就跟着现荣老师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就不会受重伤了 早知道就不要在高档 重压流仓一堆股票 就不会受伤 这都于事无补 现在你只会留下后悔 那不想要留下后悔呢 永远记得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因为任何事就是从一个决心 一例种子开始 当下下定决心 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才能够去享受快乐的果实 这一点是分享给投资朋友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股市当中反败为胜 绝对不是说抱着死暴活暴你的股票 等着解套再来加入 那都有一时一晚 甚至很多股票 我说过炒作的股票 一波炒上去 当散户大局最高 大户就是出货割韭菜 割完下入韭菜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甚至高点都不再来 你要等着解套等到何年何时 甚至就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了 不是吗 相对的你跟什么稳扎稳打 采用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这才能够更快速的帮你累积财富 帮你反败为胜回来 那接下来的行情 好继续来跟他谈 昨天已经跟他谈到 指数虽然昨天拉高涨了200多点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 现在的盘势 一下在从17463出现假突破之后 反手下杀 杀完破前低又反弹 反弹又下杀再破前低 再破前低又反弹 你自己在那里想要省点钱 靠自己操作就好 凭感觉不断的追高杀敌 真的很容易反复受伤 对不对 指数就这样来来回回震荡向下 你反而不断的赔钱 这样不好吗 那这个行情你说要上去吗 最重要三个关键 第一个台币要执贬 第二个外资要翻多 第三个三千亿的多方攻击量出现 这三个条件出现 当然大盘就有机会突破之后 再度的发动攻势 但是目前来看都还没有 所以以目前的筹码面 你会发现融资余额 现在已经到2300亿了 创下今年的新高 这代表什么 散户这一波下杀 反而拼命的在借钱 在用融资再买股票 反而是外资昨天拉高 指数仍然是进空单7000多孔 我昨天都谈过 所以这种状况你说 行情会大涨一路的攻上去吗 很难嘛 对不对 因为筹码都是外资卖给散户 而量现在5日均量也低于10日均量 那样的趋势也在偏弱 所以以目前的筹码价量来看 我说过对多方仍然是不利 虽然昨天涨了200多点 我都看法没有改变 这种状况都要提防 反弹过后 过不了前高 到时候又要下杀前提 破前提 继续我所说的中期回档主跌段 但是这个主跌段 可能会很复杂 变成一个来来回回 震荡向下的格局 所以这种状况 各位投资朋友 记得 你要掌握赚钱机会没有错 因为毕竟现在大家看到 什么都在涨了 现在淡价又说又要创新高了 而且涨上去都价格都跌不下来 对不对 如肉饭也在涨 电费也在涨 什么通通都在涨 你不赶快努力 这个地方利用股市多赚点钱 你钱拿去放银行 放这个邮局放定存 100万你一年升个1万块 真的会越放越薄 所以我们要努力利用股市 找个赚钱机会 但是别把风险意识给忘了 尤其每次大盘回档 你会看到都有一大批的股票 大户割完韭菜 高点就不再来 去想想 这地方指数的部分 每次一个回档下来 这里不用讲太多了 6月份 从17 346 一个回档又创新高上去 可是多少股票 在当时最多人追逐的 像军工概念股保一 反手下杀高点不再来 全训反手下杀高点不再来 观光股六福 反手下杀高点不再来 你要去想想 这为什么之前一再提醒大家 当然智慧手机二三线半导体 产业趋势向下 潜龙勿用 反弹料早卖点 看法都没变 已经炒过头的 大户割碗韭菜的国防军工 观光电网AI概念股 这种都抗荣有毁 居高思维 顶多短进短出 快打当冲 而且要伺机反市场操作 最好跟着我们这地方 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依旧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也再三强调 我们的当冲 不是叫你说 我们是要去跟他拼一把 赌一把 好用赌博的心态做短线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在用当天的进出 帮大家严格控制风险 当你当天进当天出 盘后保持空手 自然就不用担心 股票会不会是重压流仓 反手吓傻 昨天一堆人看到指数大涨200点 进去追高 今天全部逃劳 我们都不会 因为我们当天进当天出 严格控制风险 并且用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搭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关键就在每天按照SOB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所以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就是这样 每天早上 不会多 提供给你最多两档当冲股 没有好的机会 像今天 我们看到盘式 就在平盘上下来回震荡 一个半小时了 还是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不勉强 这时候 就会建议大家修兵一下 但看准了目标 才帮大家继续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每天1000多档2000档 只找最有把握的股票来做操作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修兵 最多就两档 清楚的告诉大家 该先买该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你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简讯通知你 没到价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都会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修兵 等看准了机会 昨天双红 不就建议大家 328附近先做买进 对不对 等到吉拉大涨上去 我们已经买在低档 等到吉拉大涨上去 别人再追高了 我们已经可以 在328附近买进之后 333元以上卖出 那指令发出最高 还有冲到334.5 所以至少就5块加差 4张一天就加薪个2万以上 对不对 今天跌下去了 又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稳稳地把获利放进口袋 赚了就走 甚至像慧阳KY 9月14号 那一天20张2万4 同一天星星这地方 50张3万5 看存的机会 我们全力来做出击 甚至像千富精密 一早156顺利马进 拉高吉拉 目标164达正 8块加差 7张5万6入带 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会继续努力 在上半年累计报酬率 赢亏相抵之后 超过了5成 下半年 目前也已经超过了5成 继续累积之中 那如果投资帮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这样 稳扎稳打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还有我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